在很多女生眼里,日本男生可爱,韩国男生精致,台湾男生就,这并不是说台湾男生底子差。 只是因为他们懒得打理自己而已。 下面这名网友分享了一名台湾男生的变身经历。 看完后很多女生都升起万丈豪气,准备好好调教男友一番。 学生时代,这个男生很普通,他长得不好不坏,身材也很一般,还带着点婴儿肥。 性格害羞内向,是那种完全无法引起女生注意的类型。 高中时候,他下定决心减肥,这可不是说说而已。 他每天五点起床跑步,非常刻苦,加上青春期身高增高,体态开始变好。 男生总要有几项拿手的运动。 他开始健身,游泳,打羽球。 几年下来,直接变成了阳光运动男。 虽然体态变好,他还是不太懂打扮。 大学时间充裕,他拿出更多时间健身。 身材开始变壮,还开始用刘海修饰脸型,并戴上隐形眼镜。 这些改变让他越来越有气质。 不过打扮也很重要。 后来他在社团认识了一名女生。 两人因缘际会下一起逛街。 那名女生的眼光很好。 为他选了几个造型后,他彻底改变了。 不管是身材还是脸。 这不就是很多人喜欢的步步精心, 历史似皇子精致猪妈,气质简直大改变。 很多男生对化妆嗤之以鼻。 其实偶尔是一下也没什么。 修容、眼线、眉毛、口红、睫毛膏这些神奇的东西真的能够让人大变身。 与之前相比简直不是同一个人。 都说世界上没有丑女人。 只有懒女人。 其实男生也一样。 女生们不要再抱怨男友邋遢、哭气了。 他们变身后绝对比你爱的欧巴帅得多。